大家好,我們是東京總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維恩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呢 在日本用UberEats可以叫到什麼東西啦 好,那我們先來各自講一下我們使用UberEats的習慣 那像我的話,因為在台灣我之前算是UberEats的重度狂熱使用者 因為我是在宅工作的關係嘛 然後再加上我家附近稍微偏僻一點 所以有一陣子我就每天狂點,中午都一定點UberEats 然後我是點到我可能會為了省錢 所以我會把今天比如說我訂兩個便當 所以我今天中午就吃A便當 然後另外一個賓起來 然後明天我拿出來微博 因為我有訂閱UberOne 然後在台灣是滿200台幣的話就可以免疫 所以我已經訂到就是最後精打細算 然後這樣訂好像比較便宜 這一集沒有業配 跟大家講一下沒有業配 那我是Uber算是輕度使用者吧 因為我就住高原市 所以我家附近很多餐廳 那我也蠻喜歡就是到處走路找食物餐廳來吃 我使用UberEats的狀況就是 我前一陣子也是在宅工作 然後只要遇到花粉季的時候 那兩個月我基本上就是完全不想出門 想在家裡躲花粉 那個時候我就會使用UberEats去找有沒有什麼可以吃的東西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你點過什麼餐廳 好 好那就來看看我點過什麼東西 這是我的點餐紀錄 那有時候會想吃一點中華料理 那這個Flow Grills 我記得比較健康的料理 那這個是我之前在台灣做防疫旅館商店的 那接下來這邊偶爾會想吃一些Pasta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邊 Shibuya Chicken Coins Shibuya Chicken Coins Shibuya Chicken Coins 全部都是Shibuya Chicken Coins 那可以請問一下為什麼你一直狂點Shibuya Chicken Coins 因為那家人很好吃 然後它是烤雞 所以我超愛吃烤雞 所以這時候就一直狂點這一家 基本上每兩三天都點一次 對 然後後來因為這家店就倒了 所以我就再也吃不懂 然後偶爾會點一下漢堡啊 我還蠻喜歡點那個Kebab 就是什麼 中文叫沙威瑪嗎 類似但我後來發現 沙威瑪好像就叫Squima 類似的東西 然後就Kebab 中東的料理 對沒錯 有點像是麵包皮中間包雞肉 麵包皮 好 然後偶爾會點一下台灣料理 觀眾應該很好奇 就是日本的Uber E跟台灣有什麼不同吧 好那我們先從主頁面開始 那我家住在高原寺這一帶 我們來看看高原寺這一帶有什麼推薦的餐廳 首先這一家就是我們剛剛說的Kebab 就是有點類似沙威瑪的中東料理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往下看是傳說的Stadonia 它應該就是各種不同的動飯類的 然後再往下看的Lotus 它應該是屬於印度跟亞洲料理 竟然可以訂得到拉麵 然後也有喝得到Bubble Tea 就是珍珠奶茶的店啊 繼續往下看 這邊附近還蠻多印度料理的 喔 Starbucks也可以 然後還有麻婆春雨的中華料理 Coco一般 KFC 然後Burger King 餃子的王將等等的連鎖餐廳其實還蠻多種的 那是不是很像我們在頻道裡常常強調的就是說 並不是日本人每天都在那邊吃日本料理 對啊 其實日本 我看你剛剛念好像日本料理佔比其實還蠻低的 對摩斯漢堡 然後這個什麼 Hanamaru 這是烏龍麵 油そば 又有那個 東南亞料理 泰國料理 然後農特利 就是應該跟台灣人差不多吧 我想換一下口味吃一下 漢堡 我想吃一下中華料理等等 不要再說我們為什麼一直吃誰想 對 不是我們說是Uber一直跟你說的 OK 那我們中午就來吃吃日本料理跟台灣料理 那我來吃吃看在日本的台灣料理是怎麼樣的味道 但首先我們先點日本料理 所以我們先到Category是 好吃壽司好了 然後我們剛剛發現啊 這邊竟然可以點得到美登麗的壽司喔 好點進去 好 我們的東西送到囉 這是第一單美登麗 好兩人份的壽司 吃日本料理 壽司 配上台灣料理的炸雞塊跟蔥油餅 有沒有還蠻特別的一個組合呢 那我們來吃吃看外送的美登麗 跟實際上在店裡面吃美登麗的味道差在哪裡呢 那就從 我覺得可能一口就能夠吃出來的 應該就是汙泥 這海膽本身它是沒什麼問題還蠻好吃的 但是呢 因為是外送的所以有點可惜 就發現已經冷掉了 但是我覺得還OK啦 對啦 不用去店裡面排隊可以吃到美登麗的壽司 這一盤啊 真的超貴的 這是什麼 好 然後再一排 一盤 日幣1000出頭吧 台北大概300多 應該是炸雞 然後這應該是魚丸 然後這是豬血糕 好 就來試試看炸雞囉 當然因為也是外送啦 所以吃起來也是冷冷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炸的皮 算是蠻厚的 所以雞肉的肉量有一點點少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好了 因為我還蠻喜歡吃 蠻喜歡吃豬血糕的 吃吃看豬血糕好了 嗯 豬血糕還不錯 有種回到台灣的感覺 那我一樣 也先從海膽開始試吃 我覺得它的海膽壽司 其實跟店裡的沒有差很多 但確實因為剛剛送來之後也放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那個飯的味道 或是結構上可能稍嫌鬆散了一點 但我覺得 跟店裡面的沒有差到很多 那我再吃一樣好了 好 那我們來吃一個鮪魚看看吧 我覺得感想是一樣的 其實外送的過程中啊 主要是飯會比較容易變質或變硬 但是魚肉的鮮度 短時間內還沒有什麼差異 好 接下來吃這個 蔥油餅 這個蔥油餅 630塊日幣 630 對 100多 台幣 120 對 然後我已經切一半了 好 這裡面還有夾蛋 對 吃吃看 蚵夾蛋還要再夾價 我覺得以在日本吃到 然後又是外送的標準來說 其實算是蠻好吃的 然後 它裡面加的 因為我們有加了起司 然後 培根跟蛋 所以整體吃起來還蠻豐富的 但比較可惜 就是我覺得它 那種酥脆啊 或是很油很香的感覺 差了一點這樣 好啦 我對於UberEat的中餐的短品就是 真的很貴 我們這樣吃完 台灣料理家 每等你一個人要3500塊日幣 就差不多台幣塊 1000塊吧 所以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點 然後尤其是像我住的地方 就在上一街旁邊 所以 除非是下大雨 像我剛剛講花粉 就真的無法出去的話 我才會點UberEat 不過是一個 對 上班族來說 我覺得會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觀光客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個 嘗鮮的體驗 還蠻新鮮的 然後東西 我覺得也不難吃 但確實 即使以觀光客的角度來看 這個 價格 仍舊是 比較難負擔了 所以大家可以 看我們拍開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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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